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菩提心》 下面继续讲《大圆满前行引导文》 就讲《四五念心》 前面已经说了 说 菩提心的前行是 修十五念心 十五念心归纳起来 心底善良 下面说 从前有一次阿底下 尊者感到受痛 于是把手放在 中东巴尊者的怀里 说 请你给我 加持一下这只手 因为你有一颗善良的心 尊者一直将善良的心 放在重要的位置 平时安也是说 生起善良心的用 在一切教会当中 着重强调 心底善良 从这一段话文字当中 看得出来 本身阿底下尊者是在藏地 在印度 无语论皮的工人 大成就者 大智者 他生病的时候 让弟子中东巴 中东巴是一位居士身份的 以前度母和观音授记 来学语的时候 唯一的最了不起的弟子 就是中东巴尊者 阿底下尊当时受痛的时候 让弟子加持 为什么让弟子加持呢 因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 中东巴在热掌 修持善法的时候 我们讲开启 求行门斐的时候 也说过 经常远离世间八法 唯一地修自他平等心 菩提心是这样的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行者 这样的话 我们从中可以看得出来 别人对他做加持 很多人经常说 我生病了 加持加持 我要发财 加持加持 要升官 加持加持 但加持确实 三宝的功德和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有加持 现在有些人因为学的 一些威武论和无神论的影响吧 什么都不承认 不承认是你的事情 实际上的确在我们名言当中 存在一种武器的力量 诸佛菩萨的力量 高僧大德的力量 自古以来也确实是有的 但是这种加持 主要是作为一个行者来讲 心地善良的人加持特别大 我们藏地也经常说 这个大成就者非常了不起 肯定让他加持加持 让他念个经 这件事情会离干坚硬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心态太好了 不管是任何一个寺院当中 如果有一位大德 心地善良的一位大德具足的话 那么当地所有的人 依靠主 不仅仅是一个身体显微 大成就者或者修行人 甚至一般的一个老人 或者一个居士 人们都觉得 把他当作菩萨一样 其实这真的不是迷信的 有道理的 啊 有道理的 像阿底下尊者那样顶顶有名的人 让弟子加持 这不是无缘无故的 并不是阿底下尊者 实在是找不到别人的加持 只有走投无路 让他的弟子加持 那老师实在是找不到帮忙的人 让学生来帮忙 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来看 好像有点奇怪 可能会这么想的 按理来讲 弟子生病的时候 让上师加持加持 而上师生病的时候 怎么没有听说过 让弟子给我加持 但在这里面 无论是上师还是弟子 任何一个人如果心善良 三宝的加持 菩提心的力量 自然而然融入这个人的智慧当中 他哪怕吹一口气 摸钉也好 他念的经也好 什么事情都是肯定会有利的 还有尊者把心底善良 主要放在修行当中的位置 平时我们修行的时候 并没有 经常说你见到没有本尊 你见到没有封门殿的本体 或者你见到没有成就的相 这些都不会说的 他通过很长时间 有些弟子和道友在闭关 修行出关的时候 他经常闻案 经常说的时候 生起没有一颗善良的心 如果善良的心生起来 那么修行就有成就的 如果你这颗善心 越来越倒退的话 我们的恶法自然而然会出现的 所以应该在《大制度论》里面也说了 如请修道法 老害则不信 如果我们修持善法 烦恼和损害不能行持的 为什么呢 善恶食不病 如水火相悲 善和恶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 如果入于佛法 心善良的时候 一般的恶法和一些邪法 就是无成可及 不可能有成绩的 为什么呢 善和恶的实力相病 不可能融合一体的 就像是水和火 不可能融合一体一样的 当我们任何一个修行人 心地善良的时候 他行持恶法是不可容有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经常 让大家听听课 让大家学学法 这个非常有意义的 当我们听课的时候 当我们学法的时候 至少也是恶的分别念 大多数都已经断尽了 而你的行为基本上全身关注地 与善法一起共享 而在这个时候恶心断除的话 我都经常想 如果自己讲课 有时候自己都是 没有这种资格讲课 好像相续当中什么功德都没有 还给滔滔不绝地这样讲 不合理吧 有这种想法 有时候想 不管怎么样 我也许讲课的话 提前要看一遍 在那个时候我的相续当中 尽量恶念会制止的 当我讲课的那个半个小时也好 一个小时当中 我的恶念基本上都没有了 跟着高僧大德和谦卑大德的 这些语言去思维 讲完课以后还要进行回向的话 在我生命的每一天当中 如果有这么短暂的这一块 那也值得有意义的 我想在座的很多道友也是 应该是这样的 生命是有限的 不可能等待我们的 在有限的生命当中 如果有机会的话 每天 如果没有机会的话 应该在一天当中 哪怕是一两个小时 这样的学习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这种行为可以将相续当中的善心 可以启发出来 而恶心尽量会制止的 一般听课的过程当中 生起极大的贪嗔痴的话 基本上都是没有 最多是有些人 不知不觉地已经睡着了 但这种烦恼 不是特别的猛烈 这种无名好像一种呈暗面药一样的 舒舒服服的 还基本上有些一边睡觉 一边基本上也能听课 一心量用 所以尊者在平时教会当中 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也好 晚上睡晚 我们经常说晚安的时候 平时都是用心地善良来沟通 就是身体善良 我们平时说你睡好了没有 你生病了没有 尊者一般都是 尤其是噶当派的这些大德们 互相都经常说 我们平时说你身体好不好 最近你怎么样 但一般噶当派的这些大德 对身体不是很关心的 你最近产生善良没有 最近心态如何 经常用修行上沟通的 所以一切教会当中 把心地善良作为最重要的 随着心的善恶 一切的黑夜 白夜 以及业力的强弱 也会有相应的变化 表面上看来可能别人 在形象上做得特别 身世好大的话 恐怕是功德很大 有些人供生 修炉 还要造金塔 可能是功德特别特别大 但是如果他心没有善良 心恶的话 这是形象的功德 善恶业的差别不随形象 而是以心的差别而进行的 这一点像汉地 也有很多以前看历史的时候 经常有 好像以前是德与古坚吧 好像在那个里面说 有一个叫做为众大德人 他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有一次在人间 他好像趋入阴间了 趋入阴间的时候 盘观者对他进行分析 他的善恶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他的恶法形象是特别大 遍满整个世界一样的 然后后来他的善性 只有善的功德一点一跌 后来真正过程的时候 虽然表面上看来善的形象很少 但是特别沉重 恶就远远可以善超过恶 在这个时候 盘观说 你可以还回到阳间 有这样的说法 他说我四十年间 四十岁的人 为什么造了那么多 后来说你七心动念 每一次恶分别念 我们在这边也会积上 会有极乐的 他说为什么有这么力量 特别强大的一个善的功德呢 当时好像他在作观的时候 替某地方剑桥的时候 为万民行众发心 应该在那里 有一颗这样的善性 其实力量非常大的 也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这些也带有一些民间的故事 但其实民间的故事确实 善恶取舍因果方面有很甚深的意义 在我们藏地 不管是讲一些故事也好 民间的一些习俗等中 有许许多多的取舍因果的 一些甚深教言和道理 有甚深的道理 所以我们经常讲 善恶的形象不是很重要的 最主要是看我的心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平时在自己修行的时候 你用一种善性的状态的话 那么这个修行肯定会成功的 如果你表面上看到 天天闭关 天天都是念咒语 做功德 但是你心里面的恶心 嗔恨心 恶毒的心 越来越强生 你不管形象再怎么样大 实际上是没有特别大的功德 这一点非常关键 我们平时遇到一些修行人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有一种感慨万分 表面上看来这个人都是很好 但实际上这个人心很恶的 他怎么说 我们平时说 这个心特别不善良 对别人要损害的话 不管是人还是动物 哪怕是杀掉别人的话 一点都是不在乎的 包括有些修行人当中 都是有这么可怕的认知 这样你修大乘佛法 尊都是有这样白修了 没有什么意义 阿底下尊者也说了 修行的言相主要都是在烦恼失负欲减少 如果烦恼减少的话 说明你修行很好的 如果烦恼没有减少 你的恶心越来越增生 那么修行怎么会好呢 不可能的 所以他这里也说了 如果怀有一颗善心 身体所作的舌 或者口中所说的这些话 都会成为善法 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一样 把邪电放在利他小巷上的公案一样 我们如果行善的话 可能形象上说的话 有些也是不太如法的 而身体的一些行为 也可能不太如法的 但实际上因为他的心 百分之百三秒的原因 最后所积累的功德 所积累的果变成功德 三个人依靠一个理想 虽然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不相同的 一个人照相 这个可以的 一个人把邪电放在佛塔上面 特别不干净的 另外一个人把邪电扔掉 放在净处 但实际上尤其是中间 把邪电特别不干净的东西 放在佛塔上面的话 那特别不好的事情 但实际上最后也成了一种功德 因此我们平时应该要讲到 心特别的重要 应该是在心底观景当中 也是这样说了 说是三界之中以心为主 能观心者究竟解脱 而不能观者究竟成立 三界当中心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时时刻刻 观自己的清净心 观信心 观悲心 这样的人的话 你有解脱的机会 如果你不能观 只是单着于表面的一些形象 那么究竟还是 成立于轮回当中的 不会有很高的一些境界 不可能有的 因此以前好像有这样的说法吧 也是哪一个故事里面 有一个行李的 在福建那一带 他去参加考试 然后他路过的路上 有一个小旅店 那个店里面的老板 晚上做了一个梦 当时徒弟生告诉他 明天有一个行李的客人 来你这里赞助 做的过程当中 你好好地对他接待 以后他这次考试成功之后 他会做大观 对你将来的事业是有用的 然后这个老板 第二天的确也是接到这么样的客人 对他特别好 他走的时候也是通过马车来送他 然后给他送口粮等等 后来在这个时候他就问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这个人也比较诚实 我昨天做梦说 徒弟生告诉我 你这次考试肯定成功的 以后会做大观 所以我今天对你诚实得很好 当时他产生一种意念 我既然做观肯定是对的 那做观的话 我看怎么样过生活 怎么样享受 这个时候他就想到 我的妻子太丑陋 难看了 我做观的话 肯定把它写掉 开除 不能说开除 修掉 怎么说 然后他就产生这样的恶恋 后来他去考试回来的时候 当天徒弟生也对店主作梦 说是 这次他明天回来的时候 你最好不要给他好好照顾 因为他前两天产生恶念 他想舍弃他自己的妻子 不符合道德 认归 这样的话 以他以前的福德 这种恶念来已经摧毁掉了 现在他一辈子 不会有这个作观的机会了 他也是相信了 第二次来的时候 对他的行为特别冷淡 这个人又问他 为什么我那天来的时候 你对我那么好 这次来的时候戒然不同 为什么这样 他又告诉徒弟生的梦 后来这个人也确实很伤心 但也的确他的福报 以这样的一种恶念来 从此之后一辈子 再也没有机会所管的 这也是一个事实 历史 是真实的历史 其实我们平时人的 善心和恶心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平时经常说 这个人是很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心底很善良 这个人是非常好的 噢 这个人不太好 虽然他有一些贡献和 他有一些各方面的能力 但这个人心太坏了 心肠不好 心肠不好的话 人们对他就像毒蛇一样 没有信任感 没有安全感 也对他经常接触的话 就像是龙猛菩萨的 百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最终也会出卖你 不会有很好的结果 所以我们平时在心底善良 一切人们追求的生活目标 应该怎么说 现代人们生活的目标 比如说金钱 财富 养方 甚至用其他一些名牌的 很高档的产品 一直追求都这样的 但这样其实是真正我们自己能享用的 对自己来生生世世世得利的话 我们的心如果变成一个很善良的 通过各方面来慢慢修行 变成一个很善良的修行人 即使外面的这些身外之物没有的话 也不是很可惜的 应该要懂得这样的价值 下面就是说 宗喀巴达他这里也说了 如果心存恶业 尽管表面上似乎是善性 实际上统统成了恶业 因此我们不管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都应该要修学心底善良 你到那里都是这样的 不管你在佛学院也好 在那里面早上起来 晚上睡觉 什么时候都处于一种善性的状态 即使有时候凡夫人经常冒出一些 不应该产生贪嗔痴的分别念 那那个时候尽量地忏悔 我们要知道 心灵善良才是最重要的 宗喀巴大师也是这样讲了 心善地道也显善 心恶地道也恶劣 一切依赖与之心 故应尽情修善心 如果我们的心善良 从出世间的五到十地 也是很顺利地得到的 如果心不善良 恶的话 五到十地的功德 不但得不到 你的出境很危险 很恶劣 而且有可能堕入于 善恶趣当中 所以一切的解脱也好 或者前面的承诺也好 全部依赖于自己的心 因此我们一定要 精进地修持善良的心 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心地善良是他的地道善 地道善良是前途光明的 心地善良我们的前方是光明的 而心地恶的话 你的命运和前途是黑暗的 不会有快乐的机会 所以有些心恶的人 也许是以前世的一些善的福报 在即生当中还没有消完 你还有余下的部分 一直在享受 但是你闭了烟以后 你即生当中所造的 心恶的业必定会成熟的 所以我们心地善良 其实是一切功德的根源 真的是短暂的时间当中 心地善良会能造出许许多多的善恶 好像记得是 辽凡思讯还是那里 当时旅动病在汉宗林那里 学《电铁成经》的技术 《电铁成经》的技术的时候 当时汉宗林告诉他 说你现在好好地学习 是这样的电经书 以后可以救世 能帮助很多贫穷的人 当时旅动病说 我学习都是可以的 但是所有的铁变成金的话 他会不会到一定的时候 会退失这种金的质量 会不会变成 他说五百年之前不会 五百年以后会自己恢复原形的 后来旅动病说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五百年以后的人们受到危害 我不愿意做 后来汉宗林说 以这颗善良五百年以后 我不会做坏事的 这颗善良本来呈现 需要三千的功德 但是以一次一个意念 能成就你的三千的功德 有这种说法 虽然这个是古文化 尤其是汉地道教的说法 应该里面所讲的是道教的一种说法 但是这种说法 在我们的佛教当中 一颗善心积累 无量无边的资粮 我们说《大悲上主》的故事 《新宿婆罗门》的故事 还有很多的故事里面 看起来表面上做的是恶事 但是因为他的心清净 心清净的话 功德和快乐跟着他而行的 应该佛陀的《本圣经》里面也讲了 他说 有意有清净 故有所有心 说是指的是语言 心指的是应该身体吧 那么身体和语言所做的一切事情 获得快乐 这种快乐 就像你认得身体的影子一样 到哪里都是跟着你的 如果你反过来说 心不善良 那么表面上做的也许是 身体和语言善的一种状态 但是不但是得不到快乐 反而成为痛苦的因 因此我们心地善良 这一点的确作为修菩提心的人 反反复复地想 每次都是观察 我们到底是怎么样 那么心地善是什么样叫善呢 下面都是讲了 下面以实力来说明这一点 从前有母女二人 互相忏呼 过了一条大河 结果母女两个都是被大水冲走 当时母亲心里面是这样想的 如果我的女儿不被水冲走 那么我自己被水冲走 也是冲走就这样想的 而女儿也是同样的产生一种善良 她想如果我的母亲 没有被水冲走是很好的 我自己被水冲走也就冲走吧 她也产生这样的善心 因为他们二人彼此之前 产生这样善心的缘故 虽然他们被水 都已经逆水而亡了 逆而死了 但是他们后来死后 都转生到凡天劫当中去了 而这两者都是 过恒河的时候 在其他的很多 包括大鹏战场 很多密法和显宗的 这些高僧大德的教言当中 都引用这个公案 互相产生一颗善良的心 以这样善心的状态当中而死 后来都没有堕入恶趣 虽然身体已经灭了 但是人转生到天界去了 我看到《大波涅槃经》里面 有一个乞丐的女子 她在别的地方生了一个孩子 生一个孩子的话 别人把她赶走了 赶走以后她一直漂泊 到了另一个 准备到另一个国家去 结果过恒河的时候 因为她带着孩子 水特别特别大 最后在水里面 两母子都已经淹死了 当她淹死的时候 她心里面一直想 我的小孩不要被水冲走 我自己都是不要 死了也无所谓 一直保护着她 以这样心的状态当中死了 母亲已经转生到天界去了 好像《涅槃经》当中是这样讲的 后来佛陀告诉文殊菩萨 当时母亲即使自己的身体失去 也愿意保护她临终的孩子 她特别有一个正肯的心 想保护自己的孩子 同样的道理 我们作为佛教徒 即使舍弃自己的身体 也要保护佛法 好像当时车重点是这样 有这么一个公案吧 总的来讲 人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也好 或者说我们在世间当中的时候 真的产生一颗善良 这是特别特别重要 昨天我去学校 回来的路上 我有产生一颗善心 产生一个善心 我们过那个山 晚上回来嘛 基本上已经天黑了 过那个山的时候一直下大雪 基本上路都被看不见 刚好在山顶上有一个特别长的 那个车 火车在转弯的地方 已经陷在泥巴里面 这个雪下得特别大 我看到里面那个世界 冷的法斗特别可怜 我们一直帮她 我当时心里面想 怎么样也是 晚上要不要给她陪着那个 因为她可能会动死 就说看她昨天 也许现在不一定懂事 但看起来后来我们在那边帮她 大概是有可能接近一个小时 最后我们自己也是发毒剑 会不会像自己也是变成怎么样 但不管怎么样 还是一直努力 后来来其他的车 我就求他们 我们一起把这个车已经送上去了 已经顺利地过了 那些人很可怜的 从来都是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啊 这个前面有没有村子啊 我们说前面基本上是没有的 可能有二十公里的地方没有 后面的村子大概要多少过 我说可能要十多公里 然后那个人天也马上黑了 他就特别害怕 这个上面有没有强道 我说是不好说 然后他说 如果我车实在是没办法的话 你可不可以搭你的车到下面 去村里面准备抱一个车 我说搭车下去都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搬一三个肯定不敢 谁都不会跟你一起上来 最后看到这个人特别可怜 后来信号都是慢慢 然后我下来的时候 我想我刚才产生一个善心 还可以 后来一观察 哦 这个是一个傲慢的心 又被善根摧毁了 其实凡夫人有时候偶尔 依靠种种的因缘 产生一点点的一种善心 然后这种善心的后面又更大 更可怕的一个恶心 又已经出来了 要么是傲慢心 要么是用其他的一些竞争心 这样那样的心 所以我们平时真的是在 自己没有观察的话 可能无所谓的 平时也从来没有观察过 一观察的时候 心里面每天 产生善心多少 产生恶心多少 在这样来算的时候 有时候修行人就非常惭愧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在这方面努力 已经我们诸佛菩萨面前发了愿 我要读一切众生 要读一切众生 先修四无量心开始 四无量心的根本就是要心地善良 所以心地善良 通过努力来修持 才应该能修成 这种修成的话 最后一切违缘和魔众 也是不会来干扰我们的 智者善调伏 心种种过患 应该是《诸法戒业经》里面讲的吧 则超出魔王 得度于彼岸 如果善调伏自己的心 很多很多的过患 我们日日都去对治 这样的话 最终我们很多分别念 执著的魔王当中解脱出来 然后到达彼岸 达到解脱不是很遥远的 所以我们平时对执著 对自己的恶心作挑战 应该努力地去断掉 自相续的恶分别念 此外 以前在下沙沟客的地方 有六位出家人 和还有一名姓氏共有七个人 他们上了同一条船 船行到盒的四分之一的时候 船夫告诉大家 说是船已经沉重了 要么你们当中会游泳的一个人跳下去 要么他可能又会游泳 又会可以开窗 他跳到水里面 你们当中的一个人开始化墙 所有的这些船客 全部都既不会游泳 也不会化墙 他们还是很可怜的 另一位姓氏说 与其他所有人 不如我一个人 因为他当时确实穿成重量 不能 只有六个人可以 到最后的时候就这样的 而随后他自己 众生跳入河当中 但按理来讲 他自己在那个时候 会认识的 此时空中 彩虹阴绕 花雨纷纷 行使本来不会有用的 却顺利到达河都安然无恙 这也是我们世间当中的一个善良 那天也是有一个人 他也讲了一个很精彩的公案 但是没有时间 以后再讲 好 今天要讲了这个 下面这个是 刚才不是行善地道三妙的话 如果行善良 一个是刚才两母子生天的故事 第二个 这个行使他遇到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他的心特别善的原因 即使不会有用 最后到了岸边 只要想到众生的时候 在生活当中 经常出现很多顺缘 然后行恶 得到恶是怎么样的呢 从前一个乞丐躺在城门 国道上忽视乱想 他想 如果这位国王的头路断掉 让我来做国王多好啊 不可能 有些乞丐心很恶的 你看我们门口经常有一些乞丐 他们有时候心里也会这样想 心里面绿绿的陌生 这样的恶恋 就是这样的恶恋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正当他在汉染寿水的时候 国王的撤撤而来 结果这个丑轮悄悄地 连过乞丐的脖子 结果他真的是 自己的头已经看到了恶恋 确实我们千万不要 经常产生一些恶恋 比如说有些人 杀了他 把他害了 把他吃了 什么 有些人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怎么说啊 对人们也好 对众生也好 对其他自己关系不好的人 经常产生特别特别的恶恋 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网络的信息 现在很多信息 在极其信息上 有些人真的是造业 造口业 造身体的恶业 什么样的业都特别可怕 因为我们以前学过一些 《百业经》《世尊广传》 众生的业力是不可思议的 不管是出现在语言上 还是心里面 心里面这样产生也特别的可怕 本来我们求法的目的就是 为了随时随地的正知正念 来护持自己的这颗心 如果对自相续当中没有详细的观察 那么很容易 无意义当中生起这样很猛烈的贪心或者诚心 而记下了特别深重的罪业 刚才那个乞丐来可以说明 刚才那个老乞丐生起如此 不切实际的念头 结果立即真的是受了报应 我们在佛陀的《觉罪附经》 应该是《觉罪附经》吧 有一部经 这个经里面说是 人心念善即有善报 心中念恶即有恶报 如果我们心当中有善的念头 马上出现善的报应 而心中如果有恶的念头 即使会出现恶的报应 这个真的是有时候自己也是 在生活当中经常感觉得到 善念和恶念的力量很大 如果自己处于一种善心 的话暂时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顺的事情 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是非常顺利 本来安安稳稳地坐在宝座上 舒舒服服地睡在宝塔上 国王的陀螺也是 根本不可能随随便便断掉的 假如说国王的陀螺 真的已经断了的话 那么国王加本以后 国王的太子不继承王位 还有犹如猛虎 凶宝般的这些大臣们 不正常整个国阵 难道会你这样的一个漂泊不顶 穷枯了大的乞丐还当国阵吗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想着想着 华智仁波切在这里 也是有点生气 哈哈哈 作者也是有种表情啊 他觉得这个乞丐 有时候太不讲道理了 他在国王的门口上 无严无故地对国王产生这样的恶分别念 的确也是非常不合理的 其实跟这个公案比较相同的 以前《法剧经》里面也是有 当时波士立王 他是特别有福报的 他有一次迎请佛陀供债 供生 然后对当地的人们讲经说法 佛陀因供之后 给所有的信众 开始善恶因果的道理 在这个时候 有两个商人在这里路过 两个商人到那里去 听佛陀的讲课 然后有一个商人 他看到佛陀的身相也好庄严 所说的教言特别有道理 他就赞叹道 说佛陀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像国王一样 随身他的眷属像是大乘一样的 我们应该值得尊重他 我有机会的话 以后一定要供养佛陀 他就产生这样的善心 而另一个商人 他产生傲慢心 他对佛陀的所作所为 不但是看不惯 而且他进行诽谤 说佛陀这样说的这些道理也没有什么 佛陀就像一头牛一样 他随顺他的就像牛拉着的车上面一样 跟着佛陀转 跟着佛陀转 其实国王也是很可怜的 给他们这种人供养 而跟着佛陀的这些人 也是没有头脑的 很愚痴的 他就开始进行毁谤 后来这两个商人把课听完 其实我们经常想 不管是任何一个高僧大德也好 任何一个人 他在讲课的过程当中 每个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一些感受 这个确实对他的福报还是有关系的 有福报的人 他第一个有遇到正法 第二个 这种正法对他的相续会利益 而且这种利益保持很长时间的 我都有时候想 我们听课学习佛法 确实需要特别充足的一个福分 没有福分的人刚开始的时候 热情得不得了 遇到佛法之后 我永远出家 我永远一定要坚持到底 我发射 我再也不去 我哪里都不去 我一步都不去 特别坚定 可是过了慢慢慢慢 随着岁月的变化 他的心态和福报慢慢慢慢就没有 对说法者也产生邪见 对正法也产生 信心慢慢慢慢只有水波逐流 最后渐渐离开 离开以后 自己也得不到什么 所以有时候我现在多年以来 跟大家共同学习 很多佛法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他人也好 自己也好 总觉得永远闻思修行的人 确实福报非常不错 不管是在寂静的地方 还是有些虽然经常住在寂静的地方 都是没有的 但是长期听法和长期学习佛法的机会 他始终不放过 一直能坚持着 现在我们法王如意宝 开创各方面的一些佛教道场以来 汉地藏地很多人 在不同的途径非常稳固地去学习 一直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些因缘 打破他的念头 或者改变他的行为 不是这样的 而没有福报的人 不需要什么因缘 只要一点点的 刚才我说的两个商人的动机一样 虽然佛陀传的是一个法 但是两个人所得到的结果是不相同的 一个是成为诽谤的因 一个是成为真德修善的因 结果这两个商人 他们到另一个地方去开始喝酒 喝酒以后 好的商人他居住在一个地方 受到了四大天王的保护 然后另外一个商人 他喝酒 最后受到了鬼神的惩罚 好像被其他的车轮已经炼死了 炼死以后好的商人 他不敢回去 如果回去的话 害怕别人说是把他杀了 他自己漂泊一国 当时国家的国王家本 他们有手机 他们国家有一匹圣马 圣马如果捨得 特别了不起的人下面归下 说明可以认国王 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语言 后来刚才对佛陀产生信心的人 他们国家的圣马 对他恭敬的原因 已经获得国王的位置 后来他供养佛陀等行持善法 如愿一场了 所以的确有时候我看到 我们不说什么佛教的机构 连世间的一些人当中 包括现在领导的一些选举 这些的话 有些人心很善的话 那么一颗善念的话 他很多的喧妙和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 已经突然就出来了 这也是一种报应 所以我们平时应该自相续当中 产生一种善的意念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地观察自己的相续 那么在无意当中 很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恶心 以前夏达巴尊者也说了 应该要护持自己的意识 心的过程 一定要保护这样 否则轮回善友 越来越增长 最后我们会漂泊在世间当中 因为我们世间一直耽著世间 耽著世间的话 那么产生种种的恶念 这也是我们没有好好地 观察自行的原因 阿底下尊者在《法宝满论》当中也是说了 我们用正知 正念 还有不放逸来经常护持自己的根门 日日夜夜当中 日日夜夜三世中 再三观察自信心 还有正念存于心 终我细不如 佛陀在《佛行所战》里面讲的吧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 以正知正念来观察的话 一个是违缘 也是不会入于心 还有日日夜夜六世 昼夜六世当中 要观察自己心的相续 到底是什么样 我心的过程不能太放任了 如果太放任的话 的确也可能会产生种种的罪业 另外还有一个这样的实例 从前世尊与比丘们 到施主家中营供的时候 有个国王宗星和 还有个婆罗门宗星的两个乞丐 这两个乞丐 当婆罗门宗星的乞丐取套的时候 佛陀和眷属还没有用债 所以他没有得到 婆罗门宗星的乞丐 他没有得到 然后国王宗星的小孩在 世尊和眷属享用 再犯以后去乞讨的 所以得到了许许多多的 生育的感美食品 其实有时候人的福报 也是不相同的 一个人得到 一个人得不到 刚好他们没有 我们有时候产生嗔恨心 很容易 他什么东西没有得到 没有分到他 马上就开始生气了 他的福报的关系 他肯定生嗔恨心 有些人他无缘无故得到了 好多好多吃品 哇 高兴坏了 所以他会发善愿的 我们平时凡夫人也是这样的 我们有时候分一些东西的时候 有些人已经得到了 高兴得不得了 马上要发善愿 包括我们发奖品的时候 他得到了 得到之后 三宝加持 护和身的加持 上师的加持 佛陀的加持 我生生世世不离开 上师三宝诸佛菩萨 有些人没有得到 没有得到特别生气 开始了牙毕露 谁都看不惯 这个也是福报有关系 这个业跟福报还是有关系的 他们二人小午在路透当中闲谈的时候 国王中心的孩子满怀信心地说 如果具有财产受用 那么我在有生之年当中 一定会以一世受用等一切之具 来供养佛陀和其他的眷属 恭恭敬敬地承示他们 他发了这样的善愿 而普罗门中心的小孩 在恶恒恒地说道 他说 假如我拥有权势 成为一个国王 成为一国之主 那么我非要砍掉 光头萨门和海眷属的老德不可 他说 我一定要砍掉他们的脑袋 他发了这样的恶愿 之后国王中心的小孩 到了另一个地方 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休息 其他的树荫都渐渐地已经潜移了 但是国王中心的小孩所在的树荫 确实始终没有移动 福宝大的这些人 不管是居住在那里 还是用动物的保护 植物 还有很多奇特的现象会出现的 现在也是这样的 以前也是这样的 真的有福宝的人跟没有福宝的人 很多的有些 包括他的处境 人们对他的恭敬 自己的很多所作所为的行为 还是不相同的 当地的国王去世以后 无有太子继承王位 他们便发出功告 需要一个具有福德为王的人 需要作国王 人们四处寻找 有人发现这个睡觉的孩子 明明中午的时候 整个银子都已经过了 但他上面的树荫仍然怨地未动 于是唤醒他 请他继承王位 后来如愿一场 真的是女性诺言 供养佛陀和他的眷属了 他自己已经 如愿一场地共佛共生了 婆罗门中心的小孩子 他躺在一个交通要道的地方休息 结果马持本尺而来的时候 粘在他脖子上 他的头断掉了 他本来想对佛陀 对他们产生恶心 结果他并没有成功 反而自己的 其实我们千万不要产生恶念 即使你善心不能产生 恶心不要产生 恶心产生的话 有时候真的很可怕的 想杀别人的时候 反而自己 这是自够以来 有千千万万的历史势力 其实这个公案 应该有一个 有一部经典叫做《编译藏者清闻经》 这个里面有公案 我对过 基本上是相同的 它是卑微时候翻译的 只不过有些情节有一点点不同 当时长者请佛陀和僧众因供的时候 一个乞丐没有得到的原因 也是刚才佛陀还没有因供 后来佛陀也在戒律里面制定 布施的话 应该僧众还没有因供此前布施 后来在戒律上也是这样布施 后来一个有福分的乞丐发愿 他以后如果得国王 七天供养佛尊 而另外那个人发恶愿 以这个恶愿的原因 他死后堕入地狱 有这方面的公案 应该在那个经典当中有 如果经常唯一修持 心地善良 那么不但今生的一切所愿 能成心如意 受到百法方面的天尊的保护 蒙诸佛菩萨的加持 你看这些希望大家还是 因为世间关系 不可能再啰嗦也没有用的 但是《大圆满前行》的每一个字 每一个公案 都是一定要记住在自己的 明刻于心 特别重要 有心地善良的人 诸佛菩萨也会加持的 护法身也会加持的 所有的这些善愿也会成办的 一切所作所为 都是持为善法 而且临终的时候 也是不会感受到 气息分解的剧烈痛苦 时候也会获得人天佛表 究竟现前圆满正等觉的果位 我记得在《中阿含经》里面也说过 死时在死的时候 如果产生善念 心所有的这些法与正间相应 彼此因缘 胜坏命中的时候 身处就是天中 反过来死的时候 如果产生恶心的话 那么心所有的法与邪见相应 然后彼此因缘 身怀命中的时候 会产生恶处 堕入地狱 当我们离开世间的时候 最关键心要产生一种善念 如果清善念的话 所有的白法和正法方面的道理 依次现行 这种因缘要往生极乐世界 转生到天际 特别关键 所以一般人要接近离开的时候 在他的耳边一些苦生 是非 这些都是不能讲 一定要让他在一种善的状态当中离开 这就是往生的一种表执 往生的一种象征 因此我们绝不能 磨磨磨磨磨 不观察自相续 而顶礼转绕 念诵经 诵经等专模作样的 行持光行善法 我们千万不能磨磨磨磨的 表面上看 转我 转坛城 现在是一万遍 但一万转的话就很好 我现在念观音信咒 念了一亿遍 念一亿遍功德 我准备买一辆车 从御寿开始到哪萨 磨长头去 有很多人发善心很随喜 真的从身体和语言来 能行持这样子是很重要的 但是最关键就是 心能不能善 心能不能与菩提心 来摄持这些善根 菩提心 来不能摄持这些善根的话 功德不算特别大 即使你现在从这里到哪萨 天天都哭 长头哗哗哗 在路上散步一百地 这样下去 这样的话 真的精神很可嘉的 但是善心能不能摄持 善心没有能摄持 尤其是绕一切众生的菩提心 来没有摄持的话 那功德不算特别大 不如你在一个寂静的地方 自己好好地修一个五十万加薪 那这个功德远远超过 以菩提心来摄持的话 所以华智仁波切这里也讲了 不要麻麻糊糊地不观察 算一些数量 念经 装模作样地 做很多很多光性善法 而要懂得经常观察自己的相续 修学心地善良 这一点是相当相当的重要 咱没办法说的吧 反正大家应该知道吧 这个金刚鱼再三地度 尤其是我们的心地善良 这一块很重要 好不好 这一块很重要 这个金刚鱼再三地度 尤其是我们的心地善良 这一块很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